黎巴嫩會再去爆炸案 檢方也約談了金阿波羅的負責人 也約談了BAC代財流動的人 都很神秘 BAC租的地方先是什麼 是經濟部下面的一個單位的 一個共享辦公室 給他們去用 就是說這個你也不查查 你那個客戶到底幹嘛 他們檢察官要查了說 你這個吳清光跟這個吳女 許清光吳女有沒有協助BAC 我覺得他們不會故意協助 只是反正就是牽扯到他 金阿波羅公司又一個聲明稿 因為他有好幾個懷疑的地方 第一個為什麼 而且他是擠牙膏式告訴你 他第一次也不告訴你 他也不告訴你 我沒有什麼東西貼紙給他用而已 那為什麼給他用呢 因為他的工程師說要失業的 如果不給他製造 所以我們就貼紙給他用 說謊嘛 就是因為15塊 每個15塊美金 如果1萬個就是15萬美金 也不少了 第二個呢 他說那個匯錢怪怪的 第一次我也沒聽他匯怎麼怪 第二次還說是中東匯來的 錢從中東匯來的 在歐洲 你的公司的這個買你的在歐洲 怎麼中東匯錢 這都要都很都要很 敏感的地方都要懷疑嘛 那每個可以收15美元的利潤 那行政院說呢 台灣出口物價錢沒有爆炸問題 講也沒錯 我們出口是沒爆炸問題啊 那大家就問說以色列國防部長有沒有給你通知啊 他說覺得沒有 我也相信覺得沒有 以色列國防部長怎麼會通知他呢 對不對 以色列國防部長有沒有通知美國 還有可能 不會通知顧麗雄的 我們自己沒那麼偉大啦 來來來 今天沒有白癡的午餐 我想剛剛趙先生以及我們第一段來賓 講的話就是這樣子 就像有人講說 告誡男人遇到女人 如果說現殷勤的時候 千萬不要以為自己是潘胺戰士 重點在於是說你要去懷疑說為什麼人家用15塊美金來跟你去買這樣的一個授權 其實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某種程度上還是有責任 那我也相信這個從至始至終 我們臺灣廠商不會想要去參與任何的一個恐怖攻擊 或是說我們也不會跟恐怖攻擊劃上關係 但目前現在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第一為什麼會用made in 臺灣 或者是說甚至還有對講機是made in Japan 不管怎麼樣 這幾個國家其實都是這種製造產品的一個翹楚的佼佼者 所以國安單位一定是趕快介入調查 那如果說調查屬實的話 外交部 訴發部 幾個部會都應該要大力宣傳 趕快來對世界對國際來發聲 這第一個我們應該要做的 但目前為止好像看起來 還是相對動作慢半拍 尤其為什麼會點名訴發部 因為訴發部不要忘記 訴發部成立兩年多的時候 他有很多的預算都一直強調是說 他要跟國際接軌 國際交流 甚至有這個民主網路師 是要跟民主國家站在同一陣線 那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你是不是應該也要發揮你自己的功能 跟這些國家好好的去宣傳說明清楚 再者第二個部分 後續我們也要針對這些對講機 或說相關的BB code設備 有沒有更進一步的一個控管 或說出口的一個檢視查核的一個部分 我想身為臺灣 身為世界地球村的一份子 我們當然也要善監我們自己的責任 不過拉回來在這個事件上面 恐怖攻擊 我覺得三句話來說 這是一個激進的攻擊 但是他是低度的科技 並且情報的掌握有沒有缺失 為什麼會講呢 激進攻擊 當然炸彈攻擊非常激進 但是低度的科技 其實這樣的一個科技 並不是現在才發生的 你要想BB code 這樣的無線通訊的一個設備 三十年前就已經有了 所以其實電影裡面也都有去這個演出 不管是用BB code用手機等等 其實訊號的來超遠端操作 都有可能性的 但是在情報的一個掌握上面 是不是這個國與國之間的一個情報掌握 還有炸彈從哪邊來 以及最後我們必須要說 中東的戰火會不會一發而不可收拾 而中東戰火如果研發之後 其實對於整個世界的動盪 其實是不利的 我再強調一次 因為戰火的延燒 其實對於世界各國某些鷹派勢力來講 他反而會去激起他的鷹派勢力的抬頭 所以我們還是希望在這個事件裡面 能夠盡速的一個平息 那會不會後續而早是中東戰火的一個延燒 那國際社會其他比較有能力阻止影響的國家 能夠怎麼樣介入 我想這是我們後續 現在唯一可能影響就是那個尾巴和談 到底談到下去 本來每次都說快好了快好了 會出個事情來 快好了快又出個事情來